究竟是怎样恐怖的怪物 竟然需要用纯铁打造的木桶 才能将其牢牢困住 随后女人迅速打开铁盖 想让博士看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谁料男人只是瞥了一眼 便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接着博士连忙将其倒入鱼缸 怪鱼的真面目这才展现在众人眼前 只见他满嘴獠牙目露胸光 恐怖的身影镜和画石上的鱼骨如出一辙 再加上男人说这怪鱼是花了六条人命 才钓上来的宝贝 博士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想 为了让军里得到验证 他谨慎地将左手插进鱼缸 差点就导致自己痛失之心爱人 随后博士告诉他们 这条怪鱼正是远古时期海洋霸主石人鱼 可让他感到疑惑的是 按理说本应该早已灭绝上一年的玩意儿 为何现在会突然降临人间 翠花刚打算解释 可瞬间他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因为在他发现石人鱼的池塘边 此时正在举办一场海边派对 随后女人立马驱传赶到现场 在同事的完美配合下 开始发布预警妄图疏散群众 可已经上头的亮仔们却对此炙肉网闻 还挑衅般的一头扎进水中依旧自嗨 然而谁也没能想到 众人很快就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等小姐姐反应过来 他就被石人鱼瞬间撕成了碎片 此时意识到危险的群众才开始疯狂逃命 可一切都已为时已晚 只是转眼间的功夫 过半的人类就沦为石人鱼的口粮 原本欢愉的海边派对 瞬间变成了恐怖的炼鱼 尽管缝播了立马持枪 开始猎杀石人鱼 可在其庞大的数量面前 终究是堂壁挡车毫无卵用 眼看石人鱼越聚越多 老黑健壮迅速卸下快点的螺旋桨 对着石人鱼就一顿酷吃 蓝色的海面瞬间就变成了一片黑色 最终在男人的不断努力下 他还是寡不敌众败给了石人鱼 然而即便如此 男人还是成功地为众人 争取到了宝贵的逃生时间 就在翠花以为事情暂告一段落实 不曾想一个电话却突然打来 想到爱子陷入危机 女人立马跳上船只果断前去营救 在轻情的羁绊下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小帅 翠花不敢迟疑立马扔出钢索 很快一条逃生路线就搭载完成 只见女人随机立马爬上钢绳 在过硬的臂力下成功抵达了邮轮 可就在她即将带领几人逃脱时 却意外得知黑妹被锁在了下层的船舱里 更糟的是海水正在不断涌入 并且外面还有大量的食人鱼把守 在综合考虑之下 她只好任命小帅前去营救 而自己则带领几人先行逃脱 面对着下方蠢蠢欲动的食人鱼 如今的几人已是进退两难 由于助位的原因 转眼间女人就被食人鱼成功咬上 受伤滴落的血液又不断吸引了更多的食人鱼 挣扎之下女人最终还是隐恨西北 可值得庆幸的是 此时吃饱的食人鱼则因此放过了三人 最终他们才得以成功脱险 与此同时小帅也借此机会立马潜入了水底 在半路上他顺手将煤气全部拧开 前上船舱后又迅速通知同伴一分钟后开船 转头就带上黑妹往出口逃去 趁着同伴开船之际将炸弹火速扔出 好在食人鱼即将痛下巨口时炸弹恰好点 借助着猛烈的爆炸小帅顺利逃脱 轻刻间食人鱼就惨遭团变 而这场恐怖的灾难最终也以人类的胜利而落下为目